大家好,我是陈岳 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华为利用手上海量的5G专利 从2021年开始面向全球征收5G专利费的事情 这几天我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更加深入的思考 那就是华为它未来的商业模式 从电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 包括手机的生产销售 那么到国际通讯和前沿科技的标准制定 那么引领着通信相关产业的发展 这中间既有诸如海斯麒麟等硬件平台的强大实力 也有诸如鸿蒙操作系统等软件系统的开疆辟图 那么未来呢 华为的商业模式上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了一家公司 那就是美国的高通公司 虽然有很多不了解IT的朋友呢 其实不一定听说过这家公司 但是高通公司在授权专利费方面 那可以说是华为的鼻祖了 几乎我们所有人使用的每一台手机 都会为高通贡献专利费 当然这中间是很多这个高通呢 这个多年以来所积累下来的专利的成果 而现在华为开始征收5G专利费 是否可能在未来走上高通的这一条 专利授权模式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呢 那也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的输出 这个商业模式可以这个可是比这个制定全球科技标准 这样呢是一样高的一个水平 我们今天呢就来深入的探讨这个可能性 同时向不了解全球科技行业的朋友来介绍 为什么美国的高通公司在科技行业可以如此的强大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华为向全球征收5G专利费的这件事情 在3月16日的下午呢华为就宣布2022年啊 开始征收5G专利授权这个许可费 那么单台手机的收费上限是2.5美元 但是华为也亮出了这一个收入的底色 那么预计呢华为2019年至2021年 三年的知识产权收入在12亿美元到13亿美元之间 2019年呢华为全球销售收入是8588亿元人民币 那么净利润是627亿元人民币 其中以手机业务为主的消费者业务 一共呢实现了销售收入是4637亿元 那么当年华为研发的费用呢是1317亿元人民币 那么占全年销售收入的15.3% 那么对比可以看见呢华为的知识产权收入 那么如果去和华为每年整体的收入 手机业务的收入甚至是研发投入而言呢 可以说仅仅是一小部分 那么目前华为的这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呢 当然还不可能是它的包括5G专利在内的 知识产权的这个授权 但是这个会不会成为华为在知识产权 授权收费这样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起点 那么这个呢是值得探讨的 华为的首席法务官宋柳平也承认呢 华为主要还是经营产品的公司 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靠卖产品 以及提供服务 那么对比于华为的整年收入 知识产权方面我们并没有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那么这个呢是华为内部人士的一个表态 但是这个或许是华为求生的一个信号 更是华为进行这个科技转型的一个重要信号 同时呢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它的一个底气的表现 对于收取专利费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2019年的6月 曾经有过幽默的表态 当时他就说我们呢平时这个太忙了 要做的事情太多 发展的太快了 没有时间去向全世界去收专利费 那么当我们不忙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 即使要专利费呢也不会像高通一样要那么多 那么任老爷子呢这句话讲的就很有意思了 那么他一方面呢其实在强调 当然他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 说什么忙不忙的 其实想收费那就收对吧 不收费就不收 这只是你的一个华为公司的一个商业判断而已了 那么过去的呢 华为可能在他的电信业务也罢 或者是他的手机业务也罢 在全世界呢这个做的非常优秀 那么取得了成绩增长也很快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专利费呢可能收的就很少 甚至呢没有收 那么现在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了 手机业务是大速的下滑 那么华为的电信业务 特别是5G业务 在全世界呢依旧受到美国的这个干扰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对于华为来说 现金流以及如何确保公司的这样巨额的 每年的研发投入就非常关键了 那怎么解决 那道理也很简单 开源节流嘛 对不对 能尽量赚多的钱 那么怎么样去在研发投入上 在花钱的时候呢 不是说少花 而是说花的更精准 更高效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自然的华为手上的牌 专利就成为他的一个 获取开源的一种方式 就是能够多得到一些钱 当然我们今天探讨的呢 并不是说现在华为靠专利 能够一年多这个收多少专利费 而是说这样一种商业模式 包括他要这个学习的高通公司 他的主要的商业模式 那么为什么我们普通的消费者 对高通公司不熟悉呢 就总之道应该很多朋友 可能也听说过高通 但是呢 这个到底是啥情况 对吧 一般不搞IT的自然是不了解 同时呢 在市场上我们也没有看到过 比如说你买过高通的手机吗 你买过高通的电脑吗 对吧 你好像也没有看到过 但其实为什么他 这个高通又这么的厉害呢 核心点就在于 高通他一方面 他这个是卖芯片的 他是芯片设计公司 也是委托这个台积电 同时他也委托三星半导体代工 所以呢 我们在国内买的非常多的手机 包括小米 微博 OPPO 全世界 非常多的手机品牌 他使用的 除了苹果和这个三星以外 那么以前华为也没有用高通的 对吧 未来会不会用 不知道 因为麒麟呢 被这个台积电不给他生产了 美国把他给禁了 那么 但是现在呢 这个高通还没有办法 把手机芯片卖给华为 美国商务部还在禁止 那么这两天 我们看到中美的 2G2的高峰会谈 那么在这种一种情况下 未来高通也有可能 因为他这里面 其实也没有什么商业秘密 那么对华为来说 对高通来说 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那么对美国来说呢 可以卖更多的产品 卖到中国来 那自然也是他双赢的事情 就要看美国的意识形态 现在这个严重的民粹的情况 是不是允许美国商务部 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么这个呢 话题我们以后再谈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 高通 它其实是 首先它是卖芯片的公司 当然芯片是什么呢 手机处理器 它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 包括各种通讯标准的制定 各种通讯标准 它在里面呢 要能够去适配 那么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一方面 我们每一部手机 我们所使用的 这个买的这些 这个数码产品 中端产品 其实它里面是用了高通的东西 它是一个供应链的一部分 那么同时呢 由于它制作了非常多的全球顶级的标准 那么同时 这些标准生成了各种各样的专利 形成了庞大的专利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的第二种商业模式就很简单 就是去收专利费 就是像全世界收专利费 所以我们看到任正非 他一方面强调 以前没有收 现在要收了 对不对 华为也要开始收了 那么同时呢 任正非呢 还表态 即便我们收专利费 我们也不会像高通那样 收的那么贵 这个呢 就是任正非曾经做出的一个说法 那么现在呢 随着华为的高端的芯片被断供 手机业务呢 的确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那么或许呢 也正是任正非所说的 这个不忙的时候到了 对吧 该收钱了 而对比于整个行业收费来看 华为确实呢 收的不算高 众所周知呢 这个高通的近日利润的半壁江山 是来自于它的专利费用的收取 如今呢 中国企业华为也开始走上了 高通的这一条路 虽然从规模上来说 对吧 那么高通是祖师爷了 华为呢 也刚刚开始 收的钱呢 也相对比较少一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美国的科技公司呢 它发展了几十年下来的话 那么它从第一代移动通信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到现在的5G 它是形成了历史性的 这个专利的一个基础 像盖楼一样 它从一楼盖到了20楼 对吧 那么中国呢 包括华为在内呢 其实 这个5G的专利 当然比较多 越往前呢 其实专利而言呢 这个相对呢 就比较少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你从规模上比的话呢 还是要 这个还是不足的 那么这一点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那么我们就以高通来说啊 这个公司呢 它多年以来就保持着 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工厂的 这样一个称号 全球多数的手机品牌 如同前面所说 都和高通达成了合作 2018年呢 高通首次 它披露了5G专利授权许可 以及呢 收费的标准 那么一个是关于 全球范围内 使用高通移动网络 核心专利的5G手机 每台的收 这个收取的专利费 那么单模的5G手机的收费费率呢 是2.275% 那么这个很简单 大家乘以 你买一台手机多少钱 对吧 你1000块钱 或者是 这个贵一点的 八九千 一万人民币 那么对吧 你乘以这个百分之两点多 那么多模的5G手机呢 包括3G 4G 5G的费率呢 是百分之 这个3.25 那么第二个呢 这是第一个收费 第二个呢是使用了高通移动网络标准 核心专利 加上非核心专利的5G手机的专利费 那么单模的5G手机的收费是4% 多模的手机收费呢 是5% 也就意味着 我们每买一台手机 你大概要付出4%到5%的钱 是要分给高通的 你想 它等于是在收税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 你所有人 你买的这个手机的 那么你使用了5G 或者是 包括它以前的 可能有4G的 甚至3G的 它都有相对大规模的专利嘛 那么你都要去收取 它的这个专利费 这不跟交税一样吗 所以高通是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 它的这个人才呢 也可以去培养 这个招收非常多 全球最顶级的 移动通信领域的 这个专业的人才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 在全球5G标准投票的时候 那么华为的第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高通 因为他们两个走到了 同样的一个等级了 就是在通信领域的 全球标准的制定的 那么各自都有各自的话语权 你很难说 在专利这一个部分呢 那么华为呢 跟高通比起来呢 谁更具有更强大的实力 那么按照这个费率来计算呢 一台4000元左右的5G手机 它的专利费用呢 可能要高达几百块钱 你想几百块钱都要交给它 卖一台手机 高通就要受几百块钱 这个是相当了得的 那么这个收费门槛的上限 是400美金 另外呢 我们看到爱立信 在2017年公布了 5G专利费用的收取标准 高端手持设备 5G的专利许可费 是5块钱 5块美金一部手机 低端的手持设备的 许可费用呢 是2.5块钱一部手机美元 而这个诺基亚公布的 5G专利费用的费率呢 是最高3欧元一部手机 那么正如这个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些数据啊 那么华为呢 他的知识产权部的部长 丁建新呢 之前所说的 目前市场上的5G手机价格呢 大概是200美元到1000美元左右 2.5美元呢 对于手机足够确定 那么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呢 华为是全球5G专利 主要的贡献者 持有大量的5G基本的专利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研究机构 公布的数据 截止目前呢 华为已经申报了 3007个5G专利组 那么位列呢 世界第一 其中包含 18.3%的标准必要专利 世界电信行业 为了互通互联 所规定的基础性 优秀专利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非常的值钱的 我们以前呢 经常听说 这个中国呢 每年学生啊 从学生到研究学者 到大学的老师啊 等等 对吧 教授 他们会撰写大量的论文 就是学术论文 研究论文 那么当然了 也有很多批评说 你虽然中国的论文数量 超过了日本 超过了美国 但是 你的质量不行呀 你很多这个学术博士 为了毕业 对吧 反正就发一篇论文 自己写的什么东西 可能都是 都不是很清楚的 那么学术严谨性不足 因此呢 有这一方面的质疑 当然我认为呢 这也是合理质疑啊 也不是说 别人一质疑 你就要跳起来 也不必要 但是我们说这个 这个专利这一部分呢 它是分很多的 这个 就是说不同等级的 也是分的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今天设计一个 什么什么饭盒 它是一个六边角形的 我去申请一个 说这叫做外观 使用专利 这个 你说可以吗 当然也可以 对吧 你说这个有多值钱 其实我个人认为 是不怎么值钱的 但是呢 我前面所提到的 这个华为 它的18.3%的标准 必要专利呢 这个就很值钱了 它就是必须达到 世界电信行业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它呢 为了这个全世界 所有的通信呢 都能够通 不然你 我从中国搞了一个手机 按照华为搞个标准 我跑到美国去 跑到欧洲去 或者去哪里 完了它是另外一个标准 打电话就打不通了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能确保 都是可以通的呢 虽然全世界有非常多 不同的电信运营商 但是它的标准 一定要一致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有这样的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 就会去规定 这些最基础性的 最重要的 必不可少的 优秀专利 所以呢 这个18.3% 叫做什么呢 叫做必要专利 这个就非常重要 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 就是随着5G的快速发展呢 未来涉及到5G技术 专利的终端呢 会越来的越多 包括物联网行业的 5G通信标准 甚至在特殊行业 比如说医疗 远程教育 也许都会出现相关的 这个专利 那么假如 华为对所有的5G终端 都去收取专利费 到时候呢 华为来自知识产权的收入 或许其实就非同小可了 对此呢 我们看到华为的相关人士 也表态 除了手机以外 其他的这个终端设备呢 未来也会 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 再去做弹性的规定 大家这个话等于没说 对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不好说 以后也可能收 到时候再说 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另外呢 根据华为创新和知识产权 白皮书2020 那么这一份报告就显示呢 截止到2020年底 华为全球共持有 有效授权专利 4万余足超过10万件 90%以上的专利 是发明专利 这个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发明专利比你 搞一个什么外观专利 这万一值钱多了啊 这一点呢 是要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认知 那么这就意味着 除了5G之外 华为在知识产权收入方面 仍然有着非常大的 想象空间 未来是不是可以 跟随高通一样 那么成为华为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呢 那么这个呢 也许是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呢 无论是美国限制与否 那么任正非一贯主张 国内的企业 要向美国的企业学习 并且多次在公众场合表示 感谢美国公司 那么前面我们谈到一些 华为在知识产权上的积累呢 下面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高 为什么高通是一家 伟大的科技公司 它的商业模式 又有哪些 值得华为参观 参考学习的地方 其实我们如果回顾起来 从3G的网络时代开始 高通按照整机售价抽成 来收取专利授权费用的方式 也是饱受了业界的争议 而这些争议 这个争议的情况看来呢 已经采购高通的 这个销龙芯片 对吧 我们知道 就是之前小米手机 那么经常会说 我们搭载最新的高通的 哪一哪一款 销龙什么什么芯片 那么其实都是 这就是他卖的高通的 他是一家芯片公司 他就卖相关的芯片 给到手机厂商 那么比如说小米 他既然已经买了 高通的这个芯片了 那么为什么 我还要单独再给你支付 专利费用呢 理论上这个芯片里面 就包含了你的 知识产权相关的费用了 就是就比如说 我买你的芯片 那么你这个芯片呢 你研发过程中 肯定包括了非常多的 研发人员 研发人员研发这个芯片的时候呢 就已经把你所研究的成果 通过专利的形式 那么在里面呢 它的价值 你早期的投入 在里面已经 你芯片一颗芯片 卖多少钱嘛 那么它的 已经得到了体现 那当然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么这种商业模式呢 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我买了你的东西 你还要让我去 额外收费 对吧 但是呢 在理解高通的商业模式之前呢 其实就要去看一看 高通他这个公司呢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首先呢 高通他就是一个持续发明 和创新的公司 每一台智能手机当中 都有高通的 这个发明 包括技术专利许可 所谓的QTL 以及呢 芯片 所谓的QCT 那么这两个呢 是这个高通 目前两大的支柱型业务 芯片业务不用多说 对吧 前面我们也谈了很多的 基本上 绝大多数的安卓手机 几乎都是用的 高通的骁龙芯片 当然我们知道 也有这个联发科 三星自己的芯片 那么华为麒麟的芯片 等等 那苹果公司用的是 自己的芯片 而这个技术专利许可业务呢 就很好理解 就是把你的专利授权 转让给需要的公司使用 从而呢 从中抽取专利许可费用 高通 与把这个技术专利 当作是提升产品竞争力 护城河的 公司不同 高通采用的是一种 合作共云的商业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帮助一些 小公司 不需要就太高的技术门槛 就这个便可以进入相关的行业 同时还可以帮助一些 全球运营的公司 在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 降低知识产权 法律纠纷的风险 那么这个芯片本身 是没有办法体现到 高通一直以来 所积累的庞大的 蜂窝 就是通讯技术标准 必要专利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一部智能手机 它即便是没有采用高通的芯片 比如说 它可能用了联发科的芯片 或者用了谁谁谁的芯片 那么它也一定会用到 高通曾经在 移动通信网络上面的 所谓蜂窝 标准必要专利技术 那么也就因此呢 你就必须要去尊重 它的知识产权 大家说到这里 大家不知道明不明白 就是说芯片里面 的确包含了高通的一些 技术研究和创新的一些成果 但是即便是 你不使用高通的芯片 你只要使用了这样一个 移动通讯技术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了高通的 知识产权的创新 也就是呢它的专利的价值 因此呢 你需要为这个价值去付费 那么今天 当然华为也是同样的做法 那么5G 你只要用到5G的通讯 那么在过去 华为每年 1000多亿人民币的 海量的研发投入当中 有非常多的是 在这一部分的研究 到底如何为人类 去构建未来的 5G通讯的一个标准 产生相关的专利 那么这一部分 不是说你用了 比如你买了华为的路由器 你买了华为的某一部手机 那么就不包含这个 就已经包含它全部的知识产权 其实不是的 那么你依旧呢 在这个 你即便是没有买华为的 你用了其他的芯片 但是你只要使用了 华为的5G的 这个相关的专利呢 那么你就需要去付费 因此呢 这个呢就使得高通 它拥有巨大的能力 去继续在它的前沿的技术上 进行研发 原因呢 就是它可以源源不断的通过可持续性的 不断的科技的创新呢 产生科技的专利 然后呢 去通过专利授权方式呢 去进行收费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呢 就能赚起来了 那么实际上 高通本质上是一家 无线通讯技术公司 每一台智能手机都是高通 对 里面都有高通的这个发明专利 那么这句话呢 指的是 每一部智能手机 都会用到高通的无线通讯技术 不管是否采用高通的芯片 以智能手机为例 它的显示屏 处理器 内存 摄像头 这些核心的元器件 但是呢 实际上 通信才是手机作为通讯工具的一个根本 通信的单包括 比如说我们发短信 打电话 现在的这个网络 上网 对吧 移动互联网 那么这些都是一部手机最根本性的属性 那么目前的无线通讯 这个移动通信的很多基础呢 仍然是基于CDMA的技术 便是高通在1989年研发 促使这个技术呢 进行商用的 它的出现永久的改变了全球无线通讯的面貌 在这之后呢 三G四G网络时代 高通也一直是行业创新的重要推动者 在2019年呢 这个即将开启的5G的时代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高通就一直呢 这个和中国的华为 那么当然也包括三星啊 中星通讯啊 目击啊 爱理性啊 等等呢 走在着这个行业的前列 2017年的11月份的时候 高通和中国移动 以及其他合作伙伴 成功实现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而15标准的端到端 5G新空口系统的互通 那么这个呢 是5G由标准走向产品 和预商用的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等等这些吧 每一次的移动通讯技术的变革呢 高通都能走到行业前列的背后 是他长期这个不予余力的研发投入 高通会把每个财年营收的20% 投入到研发当中 以保持公司持续性的技术创新 目前高通累计研发投入呢 已经超过了500多亿美元 那么另外呢 高通内部还有一种机制 就是呢 只要提交了专利申请的员工 便会拿到一笔奖金 申请通过之后又会得到呢 一笔这个鼓励这个奖金 其实我曾经在这个三星 中国研发中心工作的时候呢 我也写过专利 那么当时呢 是三星也有同样的机制 那么我写了专利呢 通过之后呢 三星呢也是给我发了一些这个奖励 那么这个呢 其实作为大公司呢 基本上都有这样这个制度的存在 那么这样的专利激励制度呢 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 高通专利授权许可商业模式的 这个来龙去脉 那么回到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特别是华为的商业模式上 它是否有机会成为中国的高通呢 其实高通的商业模式 门槛是非常高的 一般公司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远远超过了什么那些整合供应链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什么屏幕手机芯片 整一整组装起来 就搞一个中专产品贴一个品牌 把它卖出去 比这样的公司 那是完全不同的水平 那么同样呢 也远远超过各类型的 供应链上的各个节点公司 我是卖屏幕的 我是卖摄像头的 我是卖什么的 当然这些公司也有它创新的价值 不是说它高通厉害 或者这种商业模式厉害 别人就不行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在知识产权 玩这种全球标准和这个专利上面的 那么高通呢 把这个事情玩的呢 是相当的高级 那么想要成为高通 这种专利授权模式的公司 那么拥有海量的专利授权 同时呢 拥有某一领域 绝对的创新领导地位 以及行业标准的重度参与 这些都是基本条件 根本不是说过高要求 这些都是基本条件 而目前放眼望去 有机会达到这个高度的 那么全中国呢 恐怕也只有华为公司一家 高通公司在自己的企业介绍里面就谈到 高通呢 是全球领先的无线科技创新者 也是5G研发 商用和实现规模化的推动力量 那么高通呢 他一直在基础研发上面 进行了海量的投入 那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他呢 在全球的这个 这个终端的连接计算 还有沟通 就是通讯方面 那么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这是一个现实 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呢 高通依旧在移动设备上 成为了一个 引领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一般都知道呢 专利分为三种 一个呢 叫做标准必要专利 那么是写进标准的 那么必须使用 而且无法绕过 另外呢 两种呢 分别就是标准非必要专利 以及呢 非标准专利 那么可以想办法去绕过去 华为拥有的数千件的 5G SEP专利呢 属于标准必要专利 这个前面我们也解释过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美国的5G建设 都必须要用 而且你根本就 绕不开这些专利 所以之前美国政府 制裁华为的同时呢 就允许美国企业和华为 在5G标准上进行合作 这个事情并不是出于 什么美国政府 什么放松对华为的 打压等等等等 不是这样子的 更不是出于美国的善意 而是因为 他们确实需要 这些专利授权 从特朗普时代开始 美国政府一直以 国家安全为由呢 不仅严厉的制裁华为 还意图说服其他国家 共同去参与制裁 华为的行动 而拜登政府已经表示呢 要继续加强 美国对华为的制裁措施 于是同时 拜登政府还在 重新修订 美国公司对华为 出售产品的许可证 那么这些举措的目的 就是限制供应商 对华为销售 关于5G设备的产品 但现在 美国却需要向华为支付 专利费用以支持美国的 5G网络建设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 非常尴尬的局面 根据华为去年公布的 这个前面提到的 创新和知识产权白皮书 披露的数据 从2015年以来呢 华为所获得的 这个知识产权净收入 超过14亿美元 其中绝大部分的收入呢 其实是来自于 美国的科技公司 那么尤其是美国的运营商 对于华为收取武力专具 专利费的举措 有观点认为 这可能与拜登政府的 新一轮制裁政策有关 那么是又一个 有力的反击的举措 毫无疑问呢 华为遭受了危机 现在并没有解除 美国的制裁呢 依旧是华为 未来发展的主要挑战 以手机为例 由于美国制裁的持续加码 以及自研芯片 无法通过这个代工生产 同时呢 外购第三方5G手机芯片 这些关键器材呢 也受到了限制 那么再加上去年11月份 荣耀品牌的正式出售 使得华为在去年四季度的 智能手机出货量呢 就大幅下滑了 百分之四十二点四 那么虽然仍然有 三千两百三十万台 但是市场份额呢 降到了百分之八点四 但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 也让他自己呢 能受巨大的损失 可以说呢 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三月初 美国半导体协会 发布的数据就显示 受打压华为等 中国企业行动的影响呢 美国半导体企业损失 累计超过了两千亿美元 而且造成了将近六万人的失业 虽然华为不可能因为 征收五级专利费 就能够消除美国制裁的影响 但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呢 是随着五级的快速发展 未来涉及到五级技术 那么专利的终端呢 会越来的越多 那么这个对于华为来说 自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那么要知道呢 凭借二级三级四级网络时代的 技术垄断优势 高通成为了通讯行业 名副其实的这个收租婆 对吧 那么可以前面我们也谈到了 收很多钱 那么也被业界这个称为呢 躺在专利上收钱 虽然华为不能够完全复制 高通的模式 但是无疑呢 也为华为的未来 赋予了更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那么另一个层面 有观点就谈到 除了对华为本身 以及5G领域的产生的影响呢 那么华为的收费 还体现在了中国企业 在知识产权上面的 一个巨大的转变 从过去的支付专利许可费 到现在呢 开始收取专利许可费 随着华为收取专利费用 有业内人士就说 这也将进一步促进 更多的国内公司 进行研发投入和创新 参与标准的制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 华为开始征收5G的专利费呢 确实也不实为 一场富有意义的反击 那么我们再回到 高通公司身上呢 高通公司从2016年起呢 就实在中国连续4年荣获 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的称号 那么这个评选 是由经济观察报 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 也体现出这个公司的 你的技术创新能力啊 社会责任啊等等 这些维度 那么在中国呢 高通公司呢 开展业务20多年了 在中国非常多的大城市 都开设了它的研发中心 2016年呢 高通公司就成立了 高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成为高通公司 在中国投资的一个载体 那么高通公司呢 在中国有着非常多的客户 也是高通公司 这个重要的收入的一个来源 那么巨大的一个市场 特别是中国 有非常多的智能手机 集成电路 物联网 软件 汽车等等 众多的行业 那么高通公司通过它的 这个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呢 来创造了非常多的价值 那么在中国的 这个长期的市场上的投入呢 也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那么高通公司呢 和中国的产业的一起成长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它能够得到 这个成长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美国优秀的公司 是非常值得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去进行学习的 科学以及呢 科学产业一定是有国界的 那么特别通过美国 打压中国的半导体啊 包括其他一些科技产业呢 那么可以看得出 说科学无国界呢 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科学精神 对吧 以及呢 人类基础科学发展的 基本的逻辑 这件事情是共通的 怎么样去弘扬科学精神 什么样的基础科学发展的 这个方式是比较好的 这个呢 我认为是共通的 那么因此 如何去善于 向美国以及全世界的 优秀的公司去学习 这个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中国未来 科技产业发展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啊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